今天是美東時間11月4號 星期一 本期新聞主要內容有 恆大物業在香港股市暫時停牌 潘朵拉文件皆貪腐黑幕 董建華等人上榜 中國廣州制衣村限電限產 服裝市場斷貨 日本新首相就職岸田文雄組閣應對中共挑戰 週一 中國恆大旗下港股暫停交易 未來5天還將面臨2.6億美元的債券違約 據悉 中國一家地產巨頭計畫收購恆大股份並控股 而交易將在未來幾天內確認 當地時間週一 中國恆大股票以及恆大物業 在香港無預警暫停交易 恆大在聲明中說 印公司要求 公司股票2021年10月4日上午9點暫停 等待公司發布含有重大交易的公告 大陸多家媒體報導稱 廣東地產龍頭和聲創展集團計畫收購 恆大51%的股份從而獲得後折控股權 據悉 這次交易金額或超過400億港幣 約合51億美元 將在未來幾天內敲定 和聲創展週一也短暫停牌 並表示涉及收購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 恆大目前深陷債務危機 負債高達3000多億美元 而恆大擔保的2.6億美元債券週一到期 如果不能在五個工作日之內償還 將構成違約 受恆大一級通貨膨脹等因素影響 歐洲股市上週表現兩個月以來最差 而亞洲股市週一走弱 港股恆生指數週一盤中重挫近600點 新唐人記者碧欣慈 林明迪綜合報導 國際調查記者聯盟3日公布的一份 名為潘朵拉文件的調查報告 揭露大量各國官員的貪腐信息 包括香港前特首董建華 梁振英等 其中董建華家族涉及至少72家離岸公司 持有大量資產 梁振英則是利用職位 進行股權交易 獲利20萬英鎊 這是一個潘朵拉文件 因為我們認為我們在開了很多事情 我們在看了約12萬元的資訊 從14個不同的服務員 國際調查記者聯盟3日公布的 潘朵拉文件調查報告 曝光了90個國家地區336名政要 涉嫌貪腐 洗錢 逃帅 與在境外地區隱匿財富等行刑 其中包括35位現院及前院國家領導人 香港兩位前特首董建華和梁振英 也被列在其中 港媒《立場新聞》指出 潘朵拉文件中的資料 證實梁振英在特首任內 透過離岸公司 遇回只有戴德良行一間日本業務公司 三成股權 並在2015年12月秘密買出 獲益20萬英鎊 《立場新聞》翻查行政會議利益申報 表示梁振英從未申報 特首任內出售了股權 梁振英4日則在臉書聲稱 此公司的股權持有及股權變動 不必申報 另一名前香港特首董建華 則被揭露以離岸公司持有大量資產 董建華家族一共涉及至少72間離岸公司 董建華自己擁有7間 其中一間擬用來開設匯豐銀行賬戶 朱立估計價值100萬美元的流動資產 新唐亞太電視張瑞珍總理報導 再來看到 從9月開始中國16個省出臺限電措施 而浙江江蘇廣州等地有大量工廠受到影響 導致商品缺貨價格大漲 在廣州的制衣村更是接近停擺 服裝市場出現斷貨 瘋狂搶貨的現象 目前 廣州有名的制衣村康樂村是開二廷五 由於供貨嚴重不足 廣州沙河服裝市場斷貨 出現瘋狂搶貨的現象 康樂村制衣老闆陳先生透露 工廠限產很多人都回老家了 有網友拍視頻說 廣州成衣加工小作坊受限電影響 服裝漲價也不能做 就算你價太高也沒得走的 它不幫花電 你再出高價這麼也沒得走也不能走 是不是要把我們年輕人都比你回湖泊就好了呀 據不完全統計 7月底一來 已有至少8個省區允許上網 電價上幅10% 廣東拉大風股電價差 10月起 尖峰電價上幅25% 大陸網友劉先生表示 全國大面積限電的目的就是為了調整電價 發電的 用的還是煤 他們說是污染嚴重 不比老百姓用煤取暖 如果煤的話它就罷了人 用清燃氣的 清燃氣就很貴嘛 包括成本提高了 老百姓都很難受 很多都是欠人的 發電量也很小 能供應一個半個程度 中國以煤炭為燃料的火力發電 佔比超過70% 年初有大陸媒體曝光 中共抵制澳煤 25個國家和地區進口澳煤 加價轉手賣給中國 最近有網友發視頻介紹 正在澳洲裝煤 一小時能裝5000噸 一個月最少拿三個以上 開到越南 再運往中國 網友評論為 美其名曰抵制澳煤 越南進口 新唐人記者雄斌 劉芳 參訪報導 週一 日本自民黨新總裁岸田文雄 成為日本第一百姓首相 在內閣名單中保留了 現任防衛大臣和外務大臣 還增加了經濟安全保障大臣一職 來對抗中共日益加劇的威脅 正一 日本議會正式宣布 前外相岸田文雄 解替菅義偉擔任新首相 根據週日敲定的內閣名單 許多要職仍由前首相安倍晉三等 排系人馬承擔 確保了新政府的抗共立場 其中安倍晉三的弟弟岸信夫留任防衛大臣 莫穆敏充也將留任外務大臣 外界認為這體現了新政府將對中共的軍事威脅 採取強硬態度 並繼續加強和美國的合作關係 內閣中13名議員是首次入閣 其中包括三名女議員 前首相安倍晉三派系的議員佔四人 副相麻生太郎的派系佔三人 岸田文雄派系佔四人 外界分析 岸田文雄之前被認為是對華歌派 但他的立場逐漸和安倍晉三 麻生太郎等人靠攏 執政的自民黨內部對中共的立場 也正在發生轉變 值得注意的是 為應對美中對立等國際秩序變化 內閣新設立了經濟安全保障大臣一職 由前防衛政務官小林英芝擔任 這是她首次入閣 該職位負責制定政策 從經濟層面上對抗中共 從而保障日本經濟安全 小林英芝曾就讀於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 獲得公共政治碩士學位 還曾擔任過日本駐美國大使館秘書 新唐人記者畢欣慈 瑞麗綜合報導 週一 朝鮮和韓國再次恢復熱線電話 警長批評韓國所謂的武器開發是雙重標準 但又敦促首爾加緊改善關係 美國國務院表示支持兩國恢復熱線 重申無條件會談的立場 朝鮮官媒朝中社報導 週一上午9點開始 全面恢復中斷兩個多月的朝韓熱線 並呼籲首爾當局因積極努力改善兩國關係 韓國統一部在熱線中回應 希望能夠儘快通過熱線恢復和平對話 平壤宣布朝韓熱線恢復正常 美國國務院對此表示強烈支持 並重申為無條件會談做好準備的立場 不過 朝鮮9月四次發射導彈 受到國際社會譴責 聯合國安理會10月1號閉門開會討論 而朝鮮在恢復朝韓熱線前一天 還指責美國和韓國促成安理會 採取雙重標準和敵對政策 朝韓熱線多次中斷 今年7月底才宣布恢復一年多前切斷的熱線 兩國關係意外解凍 不過 剛過兩週 朝鮮就因抗議美韓軍演 停止接聽熱線電話 這次兩國又恢復熱線 外界認為 恐怕是平壤的象徵性舉動 並不樂觀 新唐人亞特電視 國際新聞組編譯 德國大選上週落幕 因為社民黨和聯盟黨都沒有拿下過半的席位 兩黨必須聯手綠黨和自民黨才能順利組閣 週是以社民黨先後與兩個小黨會面協商 希望組成紅綠燈聯盟 据金融时报周五的调查 51%的德国民众支持社民党和绿党 以及自民党组成的红绿灯联盟 由基民盟领导的联盟只有18%的支持率 不过周日当天 基民盟也抓紧机会与自民党见面 周二将和绿党代表会面 被外界称为造王者的两个小党 仍保持开放态度与保守派协商 目前四党领导人都希望 能在圣诞节前确立新的联盟 再来看到 日前在柏林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 受到中共迫害的各族裔和群体 纷纷揭露中共压制人性和自由的非法手段 阿拉萨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这个核废料处理机队 1987年 这在台湾报纸上报道 1987年呢 中共呢 当时德国到处反核 核废料往哪放都大家反对 这个时候呢 中共就把这个德国的核废料拿去 埋到阿拉萨 跟蒙古人没有打任何事 而且他从德国拿了钱 还有一个特别什么呢 当地驻军呢 是从外面运水来喝 我们蒙古人牧民呢 就是喝当地那个水 而且他也没告给说 这个水有危险 你要有钱 尽量不要喝这个水 香港人在德协会主席 艾米秀介绍了日前 香港的六四纪念馆 被强行关闭 她说 香港回归后 香港人最早还有言论自由 说自己不喜欢中共 在过去十年里 变成了只有沉默的自由 随着2020年国安法的出台 香港人连思考的自由都没有了 只能跟随中共的意愿 而且中共还用国安法 来管制中国以外的人 在中共说中 说过的不仅仅是维吾瓦人 藏人 蒙古人 香港人 台湾 以及愿意公开反对中共 反人类 反人道 反道道的行为的任何人 几十年以来 都经历过不动作出的阵压 我们只有一个想法 不是只有台湾的安全 才重要 整个中国 被中国共产党威胁的人 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研讨会由国际笔会 和平委员会副主席 欧洲之声社长 廖天琪女士主持 我们的目的是这样 有一个团结之心 我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 我们就要反对这种 对这种极权 我们要反对 研讨会达成了 以尊重和仁爱 对抗欺压和仇恨的联合声明 会议第二天 与会代表在中共驻柏林大使馆前 举行抗议活动 呼吁共同抵制北京冬奥会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伊人正同德国柏林报道 俄罗斯一周死亡人数创新高 澳洲明年会推出口服药丸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is the latest wake-up call U.S. Senator Ben Sasse put it plainl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lied is lying and will continue to lie about coronavirus to protect the regime In five to ten years we'll have virtually no manufacturing capacity leftfor generic drugs and again this is 90%of our medicines and the world should know if Hong Kong falls the whole world falls okay becau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existential risk of humanity period Since the CCP took power 80million people have died from its policie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we're using our institutions and our norms and our values against us in ways that we hadn't necessarily envisioned towards their own authoritarian agendas from the party's great firewall in cyberspace or to that great wall of san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ore repression more unfair competition more predatory economic practices indeed a more aggressive military posture as well if we do not meet this threat now it's going to define our century 365天的努力 白天到晚上 周末还是节日 24小时 我们从不间短 创意 设计 咨询 到印刷的全程服务 我们将您的产品 以最快的速度 送到您的手中 我们是新时代印刷厂 质量与速度 是我们给您的承诺 网址 epicpress.com 电话973-694-3600 欢迎回来 在新疆伊犁州 当局3号通报 出现两例 无症状感染者 所有交通工具 全部暂停 由于正值十一长假 有大量的游客被困在当地 新疆传媒报道 3号伊犁州霍尔果斯市 发现两人核酸检测 结果呈阳性 目前当地的公路 铁路和飞机全部暂停 游客暂时无法离开伊犁 被建议在酒店等待检测 不过由于中共习惯于隐瞒疫情 真实的感染数据 还有待查证 霍尔果斯维也纳居民赵女士证实 整个伊宁市3号 已经全部封控了 我们这边都是封的 都没有开门 所有都是关闭 这一通你都是进不来的 我们这家隔离 全家休息 现在全部停止营业 活着站也关了呀 高速也一样封了 霍尔果斯边境 一家酒店的员工 王先生说 当局通知有疫情后 突然封城 封路 封街道 封小区 搞得人心惶惶 现在我们全不封销了 酒店是开的 酒店也留了好多人 3号起有关伊犁县疫情 游客暂不能离开的消息 登上微博热搜榜首 被困在当地的游客怨声载道 对新疆失望透顶 酒店半夜敲门 让我们下去做核酸 也有游客说 新疆防疫平均两天做一次核酸 一个景点一次检查 每个服务区检查核酸 绿码行程码 严禁高风险人群旅行 结果还是出现了病例 实在可怕 还有游客抱怨 2号下午5点 得知广州可以进伊犁 开车到达伊犁一家酒店 哪都没去 第二天睡醒 早餐都没吃 就说有疫情了 想尽办法到机场 航班大多取消了 这次倒霉到家了 但有关游客暂不能离开的消息 很快被撤下热搜报 不少游客发布的贴文也被删除 新唐人记者李珊珊 李韵黄宇宁采访报道 周一除中国大陆以外 全球超过2亿3千4百万人确诊 约480万人死亡 俄罗斯一周内 死亡人数超过6千人 创新高 澳大利亚预计会在明年初 推出抗病毒的可服用药丸 俄罗斯周日新增890例死亡 一周之内第五次死亡人数创新高 首次超过6千例 此外 俄罗斯当天新增 2万5千多例确诊 也创下今年第二高纪录 面文诺梅斯克时末地管理员表示 现在埋葬的人数比疫情前 高50%以上 莫斯科周一通报 4294例确诊 达到两个半月以来的新高 周一 澳大利亚墨尔本 自去年3月底以来 累计全面封锁已达到245天 创下全球封城时间最长记录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表示 疫情期间的封锁没有科学依据 墨尔本许多商家损失惨重 没什么缺乏的 凝固的封锁 有很多小的商务员 美国制药大厂默克研发中共病毒口服药物 莫若皮尾传出好消息 可让确诊者住院率或死亡率减半 澳大利亚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周一表示 预计明年初将推出莫若皮尾药丸 台湾疫情指挥中心周一表示 台湾参与了三期临床实验 采购等相关程序正在进行中 新唐人记者李梅 明玉综合报道 涉嫌帮中共篡改数据 IMF加紧调查其总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舆论的压力下 加紧对其总裁格奥尔基燕瓦的调查 他被控曾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时 为讨好中共篡改了数据报告 9月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 第三方调查报告指控 时任世银首席执行官 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格奥尔基耶娃对职员施加不当的压力 从而修改了中国的相关数据 使得中国在市银编制的 2018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 排名从原本的第85名升至第78位 针对此项指控 路透社援引三名知情人士消息 国际货币基金执行董事会 10月5号将询问格奥尔基耶娃 格奥尔基耶娃已经发表声明 强烈的否认指控 4号国际货币基金将询问调查报告的 提交方美国威凯平和 尔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了解详细内容 这些访谈或将决定格奥尔基耶娃的职业前途 新台人记者赵凤华 刘芳综合报道 下面请看本期的环球财经简讯 上周五默克公司的实验性抗病毒药 默努匹拉维取得积极临床实验结果 干药可以使感染中共病毒的病人 死亡或住院几率减半 默克公司股价大涨12.3% 而疫苗制造商股价受到打击 莫德纳股价大跌13% 生物新技术公司下跌11% 辉瑞下跌1.3% 特斯拉周六表示 公司第三季汽车交付量达24.13万 比去年同期增长73% 创历史记录 特斯拉比竞争对手更好的处理芯片危机 欧洲出口增加以及推出更便宜的外行车 有助于特斯拉提高产量 据路透社报道 通用汽车计划将自己定位为一家技术平台公司 既专注于软件 也专注于制造电动汽车 并透露未来几年将在美国至少推出20款电动汽车的计划 通用希望此计划能为公司吸引新的投资者 并使公司估值接近特斯拉 新唐人记者杰森 综合报道 美国缅因州观众赞叹神韵 是如诗如画的艺术景 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10月2号 立临缅因州波特兰莫瑞尔剧院 带来一场文化艺术饗宴 退休音乐系教授激动地表示 神韵如诗如画 如同一件艺术品 这非常棒的 非常棒的经验 我非常感激 音乐 舞台 技术 技术 景色 非常非常深刻地移动 非常美丽地完成 非常美丽的作品 非常美丽的作品 大卫·布兰德斯先生退休前 是富兰克林皮尔森大学音乐系的教授 并曾担任过乐团指挥 到世界各地演出 他表示 神韵演出妙不可言 音乐更是令人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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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神韵演出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 也让布兰德斯感叹不已 我认为 非常非常强烈的 我认为 非常强烈的动力 我认为 非常强烈的动力 但你也知道 艺术都能跟我们说话 不能跟我们说话 所以我以充满的感受和感受 新唐人记者 诗文宋生化 美国缅延州 波特兰报导 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新唐人环球之机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